走路咯 在修路 车子过不去 挖机弄一下 应该可能 上来了啊 这挖机师傅还是挺好的 拍一下路让我上镜 我说我去看一下牛 上次赶到这个方向 我们去看一下 看它在哪里去 哎 这一上来不多一了 现在要清点一下头术 这个 七月啊 还是有点热 这个秋老虎 过了这个七月半 要凉一半的 你看 你看 现在刚刚好像醒来 准备去吃草 点一下 看一下还有没有 吩咐我的 这边大大小小的话 好 好 估计还要在上面去 我们在上面去看一下 看完 三档电风扇 这几头牛 走在这个 三档电风扇下面 乘梁啊 好 哎呀 哎呀还少了 你吗 两头 那边你刚刚说过了 是 小小小吃了 还差 九头 然后现在还差两头 这 还有两拇指跑了 这边就七头 大大小小 看这两头野外出生的小牛啊 看这两头野外出生的小牛啊 现在想抓它是 根本抓不到的 好贼的 原来耳朵 竖起来 哈哈 赶到去会合 还有两头就是那头牛 那头虎斑的 光头 没有牛角的啊 那头牛就跑了 现在我们的牛只有这个 三头装了第五一头 这里面前面那一头 上次说感冒的那一头 还有大黄一头大白一头 看下这个定位器好不好用 时间就是时间问题 你不要用这个一个礼拜就要拆下来 换电池 那就不好用 晚上那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这个越长对我们就 好 好 砍过去 砍下去 然后我们再去寻找一下 换两模式 现在躲在哪里 这一头牛怎么会乱跑 那两个帮手来 这是什么原因 好像在路里 好像在路里 就昨天换了鞋了 你怎么会想 难道是刹车片 刹车片 磨损了 磨损了也 没刹车刹车叫 怎么的 这个套是挺大的 那头腐白牛啊 这去哪里走 看下这边 那些牛大白 赶上来了 我又要开学牛模式了 哈哈 把大白这一圈也赶上去 哎 牛 会欺负小孩呀 不要靠边 不要靠边 他护着小牛啊 还有底人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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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乱带路 走 这头就是骨儿 现在跟着大白的这个部队 这头牛 这头牛 好温顺哈 再把它呢 赶上去一点啊 这汇盒的话 估计够呛 那些那五头 再牛仔 再那个 还有这个七八公里 我们把它赶到上面这个水 这那头五白牛啊 现在还没找到啊 明天估计还要上了 明天早上 上不上来 明天没找到 那真的是有点悬 走 就把他们赶到这了啊 我们也下去了 马上就偏黑了 呃 反正明天上午要上来啊 一把大头虎白牛 今天晚上会不会 走出来 喝酒 没走出来喝酒 又是个麻烦事 就隔一天呢 一天 哎呀 走了走了走了 我靠怎么下来了啊 刚刚上去都没看见 又原路返回 乱带路啊你啊 我们下来啊 上去 乱带路 你也跟大白一样 你不说 哼 哼 你又看你 哼 把他护送到牛皮那里去 走 真贼啊 偏黑了 又送到这了啊 过了这个三叉路口 牛还挺聪明 一直在地上闻这个气味 看见了 看 再闻气味 走了 我们也下去了